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血路不順一样 你就是真的 卡牙去不怕你 OK 你不管这个人 再大只 你就是没有办法走 所以交通 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刚前面市长 已经特别介绍 不管是从 打造台中三手线 然后也去考察了 日本名古屋的轻轨 然后希望塑造 这一连串 非常绵密的一些网络 这些 您刚刚也特别强调 当然费用方面 也考虑到 不会产生排挤效用 所以有很多 是中央 会愿意要支持 所有这样一些建设 那这些 在市长来讲的话 因为一个交通建设 通常都要好多年 所以对您来讲的话 这个建设 恐怕就会是到 因为我刚刚有注意看 像譬如国一 国一跟台七四线 之间的连接 就要到民国一百一十年 所以很多的这些 这些等于也是 帮台中市民 做一个未来愿景的规划 很多都是这个样 是 台中市的交通 因为它大众运输系统 还没有建构完成 所以汽机车特别多 所以台中市 在我上任市长之前 我那时候在选举曾经提出一个批评 台中市的整个车祸造势率 是全台湾的两倍 那死伤人数当然就很多 那我是想说 一方面就是说大众运输要发展 另外很重要是道路要平 那这些当然就是反映在我们现在的建设上面 除了硬体这要做之外 其实要透过智慧交通 包括我们讲的所谓的大数据 去规划这个所谓的干线公车 智强号公车 然后我们也有整合 这些容易造势车祸的这些大数据 然后去改善那个路口 像我们最近就有17个路口 交通局跟警察局 交通大队 所以我们汇整那些资料 因为所有车祸一定都会有记录 那些资料拿来作为改善交通的运用 请问一下 譬如说在路口上面 最容易发生车祸的一些的路口 那大概会在那个地方 做什么样一些强化的一些措施吗 可能是左右转 可能是灯号 可能是其他的这一些 就是说标线的问题 或者是旁边是不是有停车 那这些常年发生在那边车祸 都很多大数据 所以我们现在是不只是被动 是要有发生问题 我们去解决 而是说我们主动去发掘问题 然后把它这一些改善 那比如说台中市 我们如果从这个中山高速公路 下来到五泉西路 就南屯那个交流道 那过去常常塞 上下班时间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那同样那边是要往工业区 应该是上班的时候 往工业区的时候 绿灯久一点 对 那往近市区的时候 就比较少 那绿灯可以短一点 对 我意思是说 利用透过这样的一个交通管理 我们已经把那个 五泉西那个南屯交流道 包括本来只有一台车 下五泉西路之后 可以左转环中路 我们现在让它变成两道车道 那这样子就上面就会回堵 类似这种管理方法 我们都是利用大数据 就是我们去诊断之后 然后系统性的改善 那这不用花大钱 那但是呢 就以前的经验来讲 大概可以改善交通的畅顺度到两成 OK 其他就要透过基础建设跟其他的方法 比如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空中立体交叉的杂道 来解决这种上下交流道的塞车 因为你根本的解决它的车流 那台中市就是说 汽机车 人均拥有的汽机车比例 是全台湾大概数一数二高 而且还在增加 那这造成环境污染 车祸也容易多 那所以长期还是要发展大动运输 因为大家都常讲说 好像撇开从台北天龙国以外的地方 大部分的人都还是习惯要骑摩托车 说实话因为台中地方大 像以前刚刚市长特别提到 以前县跟市之间 那个县又更大 所以你如果不是有一个非常好的 大众运输系统的话 说实话 你叫一般小老百姓 我不骑摩托车 那我要怎么办 像刚才市长所举例的 不管是您从台中山手县也好 所做的所有的美妙 我可不可以直接举一个例子 我以前当兵的时候 我那时候在太平当过兵 我在长龙坡 对对对 我在长龙坡 然后后来我在中心里 东施那 新社那边 那如果要是这样 说实话 当然这个跟现在年代有差 可是那时候的交通 我的天哪 那时候光要休假的时候 光等一个车 你都会觉得说 我等到天荒地老的那种感觉 那时候的感觉就是这样 所以如果现在的话 您刚才特别提到 其实交通对于城乡之间的均衡发展 各方面会非常非常有帮助 所以如果我现在就是在这些地方的人 透过您刚才讲的所有的网络的话 以后就会非常方便 是 第一个我们有所谓台中好友行APP OK 那你可以自己上APP去查询 所有交通的路线跟班式 还有到达的时间 这个其实就是智慧交通的一部分 那另外 比如说我们往偏远地区 过去会遇到一个问题 你如果用公车过去 也不知道一天有几个人搭 对 那我们用大数据 就是他包括他刷卡的资料 就发现说 很多住在苗栗 佐兰 都喜欢搭我们到东市 然后那边的客运 就是公车 那结果呢 我们想把这条路线取消 因为他很亏损很多 那有人说要提醒 可能会对偏远地区不利 我们去调查之后 总共只有四户人家 在搭这样的一个公车路线 那我们就把他取消之后 就补助他计程车钱 这样还比较划算 比较划算 因为他就让他搭几次 有这个不利 所以我是觉得交通的管理 要很智慧化 很有这个弹性的来处理 但是整个台中市的这个交通 我们现在是在发展智慧交通 因为我们有免费公车 所以就有刷卡资料 所以不只是干线公车 或依照式的这些路口的改善 还有能不能搭乘行为 有没有 我们就可以不用大车 用小车 那你刚刚提到 其实台中市有个问题 过去都是进台中市 的路线 我们发现说 比如说如果你在台中的海线 你从大甲要到大渡 没有这种路线的 所以我要从大甲 先到台中市这一带 然后再绕过去 它都要进市区再辐射 OK 花的时间久 而且花的钱也多 所以我现在就慢慢把它棋盘化 就是说1357是走纵线 然后2468是走横的 那变成棋盘式 然后以后我的公车路网就在这里 不断的走 然后再看它的运量 来调节班次 更大中小的车子 那这个我想就是现在一个 最近我们为什么 说八公里变十公里免费 不但我们没有增加预算 我们还呢 就是减少补贴 其实在用一个创新的方法 在做交通管理 因为刚市长特别提到 我有注意到讲说 包括大中小的工车 就是说那个包括运量的大小 其实那个车不见得所有的地方都要用 这么大台的车去做这样的一个运输 我觉得刚才在讲到Mr. B&B的时候 里面有一个是iBike 那其实现在对现在很多人来讲的话 不管是iBike或是骑脚车 都是非常重要 它有时候不只是单纯的休闲 有的人真的就是拿它当捷运之间 一个接通的一个连结脉络的一环 它就是这个样子 iBike在台中其实做得蛮成功的 我喊出一个证件 现在在实现中叫做iBike 369 就是我要在第一任做好300站 的这个公共出租车的这个站 然后有600公里的路线 然后有9000辆的iBike车 那目前已经第二年 我们已经就是做好100站 而且在进行第二个100站 那这个iBike的这个政策就是 就是在解决我们台中特殊的 一个交通路网 就是说我们有很多透过 你要进入大街小巷 你是车子进不去 那你就鼓励它骑iBike 所以我们是把iBike当作通勤用 然后它会设置在比如说 火车站捷运或公车站的旁边 所以你搭了这些大众运输之后 那么你就可以转搭iBike 那iBike一般来讲 一个地方至少5站才成为一个单位 因为它要能够假借乙环 然后整个就是说 因为做iBike的自行车公司 其实就是解安特 那解安特就是台中的公司 我们跟它有非常多很密切的合作 那他们也愿意投资 而且对我们来讲 这个路网的发展 他们有非常多的这个 就是创新的做法 那这一个就是 我们讲说交通有大动脉 小肉脉也有微血管 这个iBike就是进入到微血管 最后的最后一里路 所以台中市是最适合发展iBike 而且台中的气候也适合发展 对因为下雨天少 然后气候温和 所以iBike是我们很倚重的 Mr.B and B 的最后一个B 就是Bike OK 可是骑iBike或骑脚踏车 因为我自己也喜欢骑脚踏车 以前年轻的时候 我先告诉各位 这一段基本上是不好的 好不好 年轻的时候我还喜欢玩滑板 那有时候你会想要去做 可是不管骑脚踏车或是滑板 有一件事很重要 马路要好 对 那个马路如果不好的话 说实话 那是蛮危险的 是 所以市长有注意到 包括道路 道路不是只要有 对台中现在来讲的话 不是只要有 对 而且希望能够要好 所谓的好 就是道路品质的问题 是 那我们知道有一个 就是所谓的路贫专案 路贫专案现在在台中 大概实施的状况怎么样 我都做目标管理 所以当我喊出路贫专案的时候 我只有喊四年五百公里 OK 那因为我算过 大概五百公里 可以涵盖主要的道路 能够来做路品 那这个预算 大概要五十亿元 我们要分这个四年来编列 那目前已经到第二年 效果也出来 我们大概已经做了两百公里 OK 而且我们有一些 比较特殊的做法 是确保 他做好之后 不会重复挖 那可以维持到五六年之久 那我们有成立一个叫做 路品的这个服务的中心 你二十四小时打电话来 至少我们马上会去做一些修补 就是我如果是三更半夜 发现哪一条路上面有个坑 有个洞 我就可以打电话到 陆平专案中心 对陆平专案中心 OK 那这是二十四小时 而且他会派工去 先做简单的修补 那当然我们这些比较重要的路的一个修补 我们是有一套SOP 那这些方法 大概台湾首创有几点我可以分享 第一个我们是做统一挖补 也就是说你任何的这个单位或事业单位 比如说台电 这个中华电信 还是这一个自来水公司 或者是这个建商 为了要盖大楼 我们基本上就是说 我们会一年里面有一个时间 然后挖补完 那如果你在这个时间外 你要经过另外的许可 OK 比如说我们最近在做台中的五全西路 总共将近六七公里 那中间就经过二十四家建商 他们在这个建案 那我们就要求他们一并 铺设这一些管线 所有的管线就一次解决掉 不但如此 我们原来的交通的号制 标线 或能不能左右转或停车 比如说我们把路口的十公尺 都开放 就是可以停这个脚踏车 那本来是十公尺 以内不能停 我们现在把它缩短五公尺 都多出来五公尺 是可以停这一些自行车 那这些方法都在一次 施工里面完成 那大家很重视 这一个道路品质 我们大概有几个重点 就是说我们一定会把路基整平 以前是现在马路什么样 我就简单挖一抛就补上去 我们现在是往下要地基要整地 十公分以上 就往下 往下 因为你那地基要稳 你上面铺的路才会不会 车子压以后它就下去 凹凸不停 第二个很重要 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的圆孔盖 我们检讨这个圆孔盖有没有需要 没有就除掉 OK 就整并 那么有的就把这圆孔盖 跟这个马路对齐 甚至侧沟旁边的那个水沟 一样都整平 这个甚至到人行道 一并做 所以已经不是在做路而已 把这一个旁边的 所有可能的这一些路障 都排除 然后都整平 然后另外也很重要 就是说我们对于像历青 从出厂到他这边施工 我们全都录 一定要录影 然后整个历青要录影 因为会偷工减料 有些你去这一个历青厂 他给你检查一种到现场不一样 那我们最近台中市的路平很有趣 很多市民发言说 怎么用这么大的一个机器 在那些包商 这么要花钱 用做高速公路那种路的那种 那种那些设备车辆 在做台中市的路平 因为他们有预期到 我们四年会有500公里 只有50亿的预算 所以他们都提升设备 然后还来竞争 因为他们预期到 就是说这是一个商机 OK 那这个也是扩大内需之后 去创造非常多的一个工作机会 那总之 我们大概这一个 整个SOP建立之后 我们把没有需要 这一个挖的路 统一挖补 然后要让它挖入 就确定它的品质 那整个过程 我们大概现在是一年半 就是路平了200公里 OK 你有什么样目标吗 我们就是500公里 500公里 而且我希望说这里面 能够拉近城乡差距 所以市区的路 毕竟比较常修补 可是原来县区的马路 有一些是二三十年 从来没有补过 所以我们是有一定比例 是要坐在比较偏乡 但是又是重要的道路 所以以这个第一阶段 我们坐的200公里里面 有130几公里 都是坐在原县区 OK 那这个让市民很有感 因为那些人 好像你们不是只照顾到 当初市区的一些人 是 所以这个也是反映 我们的执政价值 你同样路平 那么你不能只是 在近市区 在那边生活的人路平 再往返郊区跟市区 这一些通勤组 比如说去台中港工作的人 那他可能就是开着机车 那个路如果不平就很麻烦 很麻烦 对 为什么台中市的这个造势率 过去是史上人数是 就是全国的两倍 这个跟汽机车为主 然后路不平有关 那我们经过这一年半以来的努力 台中市的这个交通的造势率 大幅的下降 那在各项的民调里面 我们台中市民对交通的抱怨 也减少很多 我相信再给我们 就是坐到500公里的路平的时候 那应该市民会很感受到 台中市的这个路平 是一个成功的经验 甚至可以给其他县市来参考 OK 那因为刚刚市长也特别提到说 所有的要修补 麻烦大家在一个时间 因为就以 在台北以前看到的一些的例子 当然现在大家当然都会希望说 尽可能在同一个时间 要不然的话 那个马路大家都会觉得说 我们国家是钱太多了吗 怎么会今天这个单位挖完 明天下一个单位 然后每个都告诉你 它是不同的单位 所以这简单就是整合上的问题 所以市长说这一部分是非常重要 可是万一呢 万一有人他就是 我就是突然很重要的一个 我不挖 我已经错过了 当初大家共同挖骨骑 那我怎么办 我不能再等到明年吧 第一个 你要得到特别的许可 而且挖路的价格会很贵 把外部成本内部 而且以前都是 只挖一条像蛇龙 我要求你补啊 全部补吗 全部补 万那我不要挖了 没有错 他会考虑说 我还是配合你好了 因为我是整个车道都修补 以前就是挖一条 好像差不多五十公分 差不多 那个最危险 因为他挖了这一条 补的时候又不平 你骑机车 就很危险 我现在要求你 就算你挖五十公分 你要给我补整个车道 那他就会算算成本跟效益了 OK 这个没法 这个就一定要 要不然的话 你在马路上说实话 那个挖那一小条 一小条还真丑 对 因为你一看就知道 这个是不知道是 昨天还前天 才挖的才补的 当然更重要是因为安全的关系 在市长所有的交通概念里头 刚才有特别提到 有三个复读心 那是希望能够均衡 所有地方的发展 也提到了转运中心 而且你也特别提到 水南转运中心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转运中心 为什么这个地方这么重要 那是国道跟我们74号 也就是我们环状的快速道路交接的地方 OK 所以我们是把它定位国道客运城的枢纽 也就是以后进出台中国道里面的大客运城 不会到草码 或者是其他的地方 就会从这里变成像 就是台北的京站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转运中心 那它就是未来就是又可以空中 直接进入到水南 然后或者是要转74号快速道路 那这个地方会是成为台湾的 台中的一个县市跟整个 就是交通网的中心点 是特别的重要 那这个转运站再加上乌日高铁 以及台中火车站 可能构成初期三个最重要的转运中心 然后刚刚讲Mr.B&B 就你到这里之后再去转成 其他的大众运输 不管是bus或bike 或者是捷运 或者是轻轨 或者是铁路 所以台中会形成另外它独特的一个 都市的一个所谓复合式交通网 而这个水南的转运中心 本来先前的设计是平面的 那我们把它变成立体化 那有点像台北的金站 那本身它就是一个商城 就有非常多的办公室 或者是这一些百货公司 会变成一个大家喜欢去的地方 这是典型日本的这个车站 大部分都会有开发 都会开发商城 所以未来我们在台中也会看到 就像我在台北金站看到 大巴在上面做直接转运 然后下面是商城 像这样 因为如果是这样开发 因为只要有转运的话 它就会有人潮 是 有人潮的话 它就会有商城的一些商机 而且水南在那个转运中心的旁边 有会展中心 有我们的美术馆跟图书馆 还有就是相当多的这一些商 商务中心 所以那边未来会是一个 非常好的生活圈 OK 那市长可不可以请问一下 在您所有的这些交通网络的架构之下 还有哪一块是你觉得说 希望能够再去 对台中市民能够再去补加 因为我听起来 它快跟蜘蛛网一样了 就是所有的台中 好像所有的四通八达的 这样一个感觉 还有哪一块是你觉得说 你希望能够再多着力的地方 我最近 应该是我们去年争取到IBM 它把台中挑选为 世界16个 他们要打造智慧城市的 一个就是示范 那其中台中市就是智慧交通 OK 所以我们现在在建构一个 智慧交控中心 就利用大数据 然后未来的整个即时交通的监控 那这个我们 因为我们的台中市的警察局 现在在市政府附近要迁到毯子 所以这个警察大楼 里面有非常好的设备 我们现在在改装 成一个交控中心 然后会结合灾害应变中心 建构着一个智慧城市的大脑 这个部分就是交通管理 大概台湾我想我们这个如果建构完之后 比如说我们看到上下班的时候 某个路口塞车了 那因为它的那个红绿灯 这个所谓的时向 或秒差没有调好 我在这一个交控中心 就直接可以调了 OK 某个地方发生车祸 因此我要前面管制 我在这个行控中心 就可以控制 我不需要派人到现场 去维持交通 事上台中市的上下班 会塞车 其实那几分钟而已 那我们现在也大量的增加逆交 逆交是一个很灵活 可以在现场指挥 然后我们后端又有这个交通控制中心的大脑 这个下去之后 我认为台中在尖峰时间的交通的管理 会大幅的改善 而这个建构只要在一年 我就会完成 所以这不是硬体的投资 这基本上是一个 就是属于这种智慧型的交通管理系统的建制 这个就像人的大脑 然后跟神经手脚 最后可以串联起来 我们在打造的是一个很像日本首尔 像韩国首尔 叫TOPIS 它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结合 交通控制 灾害应变 还有战争时候的动员的体系 三合一 就设在首尔的那一个市政厅的地下室 OK 那这个建构台中市 我很有信心 我们建构完之后 应该是在台湾是最进步 而且甚至我们联合这一些监视器 所有这些调的方向都可以控制 然后所有的软硬体之后 我们可以输出 我们可以去帮助很多城市做建设 而这个know how我们也在申请专利 甚至可以卖钱的 OK 因为对所有的市民来讲 因为除了市长刚才建构的 非常绵密的一个交通网外 我相信对大部分市民 尤其也在台北市来讲 第一个想到交通问题的时候 一定想到都是塞车 这里塞那里塞 会想到是类似像这样一些问题 我想在台中 因为同样是都会区 难免在有一些 尤其市区的一些交通状况 碰到上下班 尖锋时间的时候 一定也会有这样 透过未来像这样一些网络的时候 市长是不是有信心 未来这种塞车的抱怨 或什么会大幅的降低 一定会大幅的降低 那这个是双向的 除了我建设这个 好的智慧型的交控中心 我相信透过未来 每一个开车的人 你也可以进入到这个中心 掌握及时的资料 你就可以趋吉避凶 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说 我现在要走这条马路 大家如果都认为说 这条马路比较就是畅通 结果就会塞车 所以这个交通是人的互动行为 所以掌握资讯是非常重要 所以除了市政府的 我们的交控中心以外 我们必须要让市民 他的这一个开车 用车或搭车 他也掌握到所有台中市的交通状况 那这个就会形成一个 很动态的均衡 大家就会知道说 什么时间什么地点 现在遇到什么样的交通状况 OK 那我应该回避掉 OK 这个最后还是人 市民参与 是交通成败的关键 好 那最后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 因为一开始 市长就告诉了大家 他挂保险的一件事 来市长 最后我相信大家 还是很在乎您说的小确幸 是 十公里的免费公车 来镜头在这 再帮来 read my lips 再告诉大家挂解保险 来 我在这里再次保证 十公里免费公车 一定会持续下去 至少到捷运 通车之前 这一个市民应有的权利 不会被剥夺掉 OK 大道之行也畅通无阻 对于林市长来讲 希望能够给台中市民 一个非常畅通的交通 而且更重要一个 安全的交通 现场再次谢谢林家庄市长 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 竹梦新世代 台中大未来 我们下次见 拜拜 真厉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